大选过后四天 柯文哲一早到中央党部来开会 展开党内选举检讨 不过脸书贴文已经先把败选原因 归咎在外部民调打压 投票过程瑕疵 说好多支持者到党部反映 监票过程影片票箱里有夹层 数百张的选票被人窃走 甚至开票跟唱票不一致 另外再解释民调 说自己最后得票率26.5% 若以封关民调来看 大多数的民调都把自己支持度压低 而且长期刻意打压 营造气饱效应 不过也被前理委零着水大酸 选举骂遍所有民调 说到时看谁没穿裤子 现在大家发现 原来没穿裤子的人信科 这个民调没有研究过 如果用纯四话做 民调就最后一个 纯手机它就变第一个 手机跟四话的混合比例 全部工作很辛苦 还有一点 台湾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民主国家 大规模作票我认为不可能来 这个你说有些小瑕疵 不在即投票应该要发展 被问到要不要重验票 柯文哲不愿再多说 只是外界关注 立愿新会期三党不过半情况下 是否与蓝绿两大党合作 蓝影喊出韩昌佩 子弟兵蔡壁如则率先喊话 不挺绿白河 新调流不倒台湾不好 结果你现在你要去跟他绿白河 我觉得这个对选民来讲 会非常的错愕 理念价值又在哪里 反正有各种说法 蔡壁如反对在立愿绿白河 这个台湾民众党的好处 就是各种声音都有 不要把民进党跟新潮流 发展等线 哇 这实在太有趣了 韩国瑜伽黄国昌 这实在是 这个画面很难想象 起来还有两个礼拜 给大家思考一下 跟蓝还是绿西首 国会龙头站考题 柯文哲依旧没把话说死 民事新闻灵地软民旧SNG小组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